看伦敦 之前有没有游历一下 看一下 我们去年市井赛来的时候 有一两天的时间 我们有去伦敦塔桥 或者出去逛了逛 这次比赛就可能比较紧张 然后重大比赛还没有出去 但是最重要我们的任务 还是明天早 明天白天的南丹决赛和南上决赛 我们要去观战 要去加油 拉拉队要给他们诸位 我知道其实田青之前 好像爸爸很严格 我爸爸是我的启蒙教练 小时候很严格 现在还好了 比赛结束有跟爸爸打电话吗 有 第一时间就跟他通电话了 是什么样的态度 爸爸 他就是他很紧张 然后跟我妈妈两个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看比赛 但是他说一直相信 我一定可以把他上比赛拿下来 所以从小到大 其实爸爸对你的鼓励其实是更多 虽然严格 对对我的鼓励特别多 然后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 不管是父亲还是教练 也是很重要的朋友 对吧 云内呢 给家里打电话了吗 也打电话了 然后我因为是一大家子的人都一起看的吧 所以他们也是给我表示祝贺 其实我也挺感谢他们的吧 因为我父母都是从事体育事业的 他们可能比较懂就是懂运动员的说辛苦也好 或者是不容易也好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也是没有给我太大压力吧 所以今天更多的也是一种祝贺 对 那接下来的一些 比如说在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安排 除了去给男团诸位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一些安排吗 你孩子都喜欢逛街 会去逛街吗 想 因为可能等明天的全部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可能一两天的时间待在伦敦吧 如果队里没有给我们安排其他的活动 我们应该会一起出去逛街 就待一两天在伦敦 然后可能就会返回北京 对吧 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是我们当中一位冠军 甜心的生日 对不对 在来的之前 其实队友有帮你过生日是不是 就离岛啊 甜岛他们 然后就给我买了 因为没有 因为比较晚了嘛 可能也没有那个 因为他们刚知道是我生日 然后就买了那个一个一个的小蛋糕 然后给了我一个惊喜 其实就挺感动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 你过生日的画面好不好 你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有厨师师傅很辛苦的为我们做饭 这是你们住的地方 五点多点钱 一定要给我们准备午饭 是南界拍的吗 有比赛呢 时间也不太容易 所以可能随时都会有人去 他们一直都在西部的老路吧 有空来这荒洋玩玩吗 没有 基本都会路过 有没有给大家一个 吊一下大家的胃口 有让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楼上的平台 那菜很好 哈哈 我的成范 幸福的大家庭 我又在成范 听到李总的声音吗 是李总吗 她 我知道 我就听到李总的声音 对 是的 这是比较后 对 比较后 这刚才 又哭了 又哭一次 又哭一次 还在脱口 非常的温馨 大家庭的晃脸 田青又哭了 今天是第三次落泪了 但是生活当中的田青 你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吗 挺爱哭的 挺爱哭的 不管是开心也好 或难过也好 或者是有时候看什么电视啊 有个什么稍微感人的东西 我就容易哭 你要感性吗 爱哭的女孩其实很善良的 就像你说的可能感性也是占了大多数的方面 另外方面我知道田青是一个慢性子 有没有对你们的配合方面带来一些问题 对 看她跟我比起来她是慢性子吧 我觉得 我们俩性格还是比较互补 互补型的 我比较卡脸 比赛训练都比较卡脸 她就不着急 就好像我们要三点钟训练 可能像我啊或者其他队员可能2点50会下楼 她可能会58分59分 或者是卡着点 对我们就会说她 哎呀田青怎么这么不着急 你也不怕迟到